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人家扎老师是个好妈妈 到美国也不是说去指导小布什去了 而是说是教育女儿去了 是吧 陪女儿 女儿回去上初中 我还真有问题 你现在对你的女儿 你会带她到户外去吗 我会 我会有这个意识 我每天经常 就是夏天的时候 她没有上学的时候 我们经常在 虽然是住在曼哈顿 就是所谓的 都是高楼林立的地方 但是我们每天会下楼去打球 这就算户外了 这就算户外 然后我们这年夏天还去了两次 就是真的去森林里边 去那个北部 就是佛芒特呀 什么宾州啊 这种真的去林子里边去住 海蒙独立像姑娘 我天哪 我最近还是研究这问题 虽然咱没孩子 但是咱研究教育孩子 我现在有人提出来 就是说今天的这个孩子 接触大自然太少 整天啊 都是电脑 电脑游戏 你看那现在好多孩子 大胖子 然后呢 两个眼球突出 像个鱼眼睛一样 就整天就这样玩 然后人家现在 就是反正那科学家就说呀 说本来人类自古以来 孩子长大 要跟大自然在一起 培养他这种真的 花草树木土地的这种 直接的触觉 据说对人的这个身心 各方面的发展 其实都特别重要 当然是这样 电脑上打篮球 喝在底下打球 是完全两回事 你又不出汗 就是家长会讲故事啊 说哎 你看这个蝴蝶落到这个花上 他要跑到那个花 他要把花粉带过去了 什么什么 他很多就可以给孩子这么玩了 有这种感情啊 人会比较健全一点 比如说我看 德国就很强调这种教育 就是我认识一个朋友 他说他在德国念书的时候 看到那些德国老教授 就带着孩子啊 就是每天就上树林里头去逛 因为德国不是特别的小城镇吗 周围都是树林吗 我进去逛 他说那孩子厉害 七八岁大 一进树林听到那个鸟叫 隔远听 哎 这是什么鸟 这个季节 他们要出来打窝了 然后呢 再走几步 用什么鸟 一路走下去 他能够听声音 认出二十多种鸟 七八岁的小孩 真是 你说现在我们就看到 那个鸟都不知道 他叫什么 像我现在 为什么我对青蛙很有认识 我们就是上小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 每一个学校都有一个分校 反正在我们那个城市 分校就在农村 定期的就要全班组织排着队 唱着歌 就去那干农活 你看因为这个机会 男孩子凑到一起 就逮着青蛙 你知道青蛙和癞蛤蟆 它不一样 然后呢 我们把它蹬开了 用几个钉子钉 那个时候就觉得青蛙好像健美冠军 我给孩子是很残忍 没有大人 我小时候也是 诱导 我们小的时候也是 从小学我们就是夏天就去捡麦碎 然后中学的时候又去拉链 当然我就赶上 还赶上插了一年 对吗 我是正儿八经的干了一年 农活 下大田 所以那真是就是到 你会干什么 那个时候 对 那就是插稻子 隔麦子都 那时候我记得就两点钟卖收拾就得起床 就真是天黑的时候 你隔了都已经快吐血了 那太阳还没出来呢 最后隔到最后 就是连那个 我记得那时候穿那种球鞋 解放鞋 那一镰刀下去 因为你要赶呢 最后就是把那球鞋都隔破了 脚直了都流血 然后好多女生都一年都不来立架 啊 但是 干成这样呢 就真是这样 就是你别看说在家门口 对 但是一样是非常原始的方式在那 插水道 那是我又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咱我提起这个事啊 呃 9月13号 9913店啊 这个有个新闻 就引起很大争议吗 新疆 你知道新疆啊 怎么了 摘棉花 哦 这个每到摘棉花的季节 实际上本身新疆就说有上百万的内地劳动力就去了 那么现在呢 是新疆组织10万学生去摘棉花 而且好像还有定额 一个人完成30到一天呢 30到35斤呢 还是35公斤 一个新疆大学的学生说 他去年参加了摘棉花 就的确非常苦 他觉得吃不消 更让他心里不舒服的是什么呢 听说学生摘棉花的价钱比民工低15% 这个学生是应该 就是因为他完成的任务特别多嘛 所以现在的有些孩子 就是摘棉花摘得腰都直不起来 摘棉花我听说确实是一个苦活 因为一根棉花上有十几多棉花 你很不容易摘干净 我听过一个摘的 他说拼命摘从这一行摘到那一行 回头一看还是白花花的一片 就是不容易摘干净 你又得回头摘 而且会把你手拉破什么的 但是说起来我觉得 就反正从我刚才说的 我们那一代那时候过来的观点 我觉得去个十天半个月的真不算什么 你还跟民工比呢 你这好意思吗 就是一年到头在教室里边看书 就去摘几天棉花 我们当年干的历价都不来了 你现在摘个三十斤算什么 但是不能这么比 我可好比你女儿去干这个 你愿意让她去吗 你这问的好 就是说确实每个时代不一样 而且我还有一个观点 就是男女不一样 我这个这个有一个朋友 有一个观点 他说女儿一定要教养 将来她的品格才会高贵 我就是这个观点 他说的我这心里真舒服 因为我虽然可以嘴上胸 我就觉得这个独生活 只有一个小孩 有时候他这个自我中心 这个娇气起来 我就非常痛恨 我有时候就要威胁他 我说要给你送的 有一种叫魔鬼下令营 就是住到那不回来 你就得全都独立干 然后可是到时我就会心软 然后我女儿也会去找他爸爸 说妈妈要送我去魔鬼下令营 然后他爸爸就马上说 不行我不干 这就送不成 但是这是女儿 要是我那小侄子 魔鬼下令营 太好了有游戏吧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在香港 香港就是一个 非常城市化的地方 那么很多家长都说 这个孩子夏天 得送去下令营怎么样 但平常他们干什么呢 比如说我最常见到 就在香港搭火车 那个酒馆火车 那个电器火车 有时候呢 他那个因为他那个跟地铁 不像地铁在地底下 他在地面上 地面上这门一开呢 有时候有些虫飞了进来 比如说飞了个鹅子啊 什么的飞了进来 飞了进来之后呢 有的小孩就看着就哭啊 现在 哎呦 然后呢 这个有的小孩呢 比较凶悍 那种小胖子啊 就赶快上去把他打死 把他压死 怎么样 然后那父母说 哎呀快弄死他 哎呀干得好 干得好 这多变态 就是你这个东西 就是完全城市化到一个地步 你容不下任何自然生物 跟你共处在同一个空间 对不对 我倒是想起来一个反例啊 就前些时候是在报上有一个 说有一条大蛇 进了一个民宅 我不知道你们注意 我看见有的那条消息 结果这个男的呢 就是说他 他半夜爬进来 这是在泉州还是什么地方 这个可能是从厨房什么 就进来了 门没锁紧 两米长大 一个就睡在他旁边了 在床上 然后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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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丈夫 就觉得半夜 就脸上被清了三下 他以为是他老婆呢 一醒来一看 这老婆在这边 在这边亲的 回头一看一条大蛇 说那红的蛇性子 亲了他三下 哎呦 哎呦 那一惊 就你刚才说 这不是鹅子 这是大蛇呀 然后 但是我觉得这个男的 还是比较 他还是个 我觉得是个男的 他没有哇哇 我就以前就看那白蛇传 就受不了那许仙的 那个劲儿 这迷信的说法 这就是冤亲债主 肯定是他前世的情妇 就完全 他说非常可爱 就很快 他恨不得就要爱上这蛇 因为一看 首先他不是三角头 不是个毒蛇 对 然后就 稳住 然后这个大蛇 还很温柔 待在家里 一直到报警 那妻子 当然吓得要死了 按说这个 蛇应该咬他老婆呀 对 可是来报仇呢 咬他老公啊 对不对 家乡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但是现在啊 确实这是一个问题 你像新疆 他摘棉花啊 好多家长不答应 就是说 我的孩子将来 要当科学家的 要在白领 做办公室的 学数理化 你让他去弄这个 把他累得都腰疼 他有没有 就也就是说 现在有一种观点 什么 就日益 日益专业化的社会 是不是四体不勤 五谷不分 也没什么 呃 没什么 从做事业上来讲 可能没什么 但从做人上面来讲 就有什么了 对不对 我我昨天跟文涛 我们两个晚上聊天 才在说到 我说我最近在看一堆 美国的建国的故事 那就很好玩 就美国的建什么 建立这个国家 建国 华盛顿 对 华盛顿那帮人 美国的建国之父啊 那一群人里面 有很多人 是自己种田的 对 像华盛顿就是 虽然他有农奴啊 但他起码得 得自己也会 对 农利主义 跟农利一块劳动 他得关心这个 对对 就你看回到 比如说中国啊 中华 你过去那个民国时期 立宪的那帮人啊 全是知识分子 是 就不一样 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 自己种地的人呢 实际一点 他考虑 比如说设计宪法的时候 这个宪法 他不会设计的很理想 他一定有点缺陷 他一定 因为他考虑 很现实的问题 对 现实上 我们现在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有什么问题会出现 但是一堆知识分子 坐在一起的时候呢 就是把最好的东西 乌托邦 拿出来 理念化 然后而且做不到 是是是是 为什么啊 赵老师你说的 就是说 我们对 我对于你这一代 包括比你更老的一代知识分子啊 我有一种佩服 我这种佩服 我自己也想不好 就是说 他这个体力劳动 或者说他这个心灵手巧 你好比 比如说我佩服那个 就钟阿诚 阿诚老师 你知道有一次 我看王朔写的那个东西 说阿诚 那可不是一般人的 但是不是说阿诚写的文章 你看当我们说起一个人了不起 佩服的时候 不是说他写的文字 而是说 你知道吗 他能打全套结婚的家具 他在 他确实 他在美国到去趟商店 他会自己盖房子 他会修车 修车 他到美国的那个汽车商店 买一大堆零件 旁边那个邻居的黑人都要出钱给他买啊 咚噔咚噔 他折腾折腾就装了一个老爷车 对 开起来 对 就说唯一有一次就是车这个下坡的时候 他要拉手杀 等他手枪拿起来 但是 但是你看这种东西就 你我佩服这个东西 而且我觉得吧 这还真的不是光是文革一代 那时候被迫的说下乡了 没办法 只好干苦力去了 其实他是在中国传统上是有些 你举阿诚这个例子很有很有意思啊 他自己就是 我觉得有那种道家的呀 好多传统文化的身上在他身上 那以前很 我们就是说不 就且不说道家 他是反腐归真的这种哲学 你就说儒家 你说孔子 其实孔子他讲 孔子本身 他就是一个文武双全的 他本身 他就是一个武门后代 他才 他再来讲文化 你孔子 其实我们想的是一个 好像一个老书生 当然了 两米以上的 那时候说他九尺多少 换算过来 就是两米到两米二 而且他是 预射 都是非常好的 预射 预射 对 射箭的时候是观者如堵 那是史记里边 那他肯定他手下像这种子路 这种有武功的 那老师要是没有两下子 他镇不住的 所以你看以前中国人 读书人 讲究跟读传家 对 是吧 跟读是很重要的一个理想 对 跟是很重要的 你光读还不行 你还得跟 所以那时候 我觉得你们去插队什么 那是原来搞了半天 是如假 我现在 我现在想起来 当时是因为我们一边喊着 反击又请法案 一边去农村劳动 但是对于孩子来说 这种政治意义 现在没有了 可是我挺喜欢 说实在话 唯一的这辈子 有点农村生活 就是那样 能够收稻子 被镰刀 把手指头割破了 这些事 我到 你看我到现在 就又被毙锁起来了 我又觉得 越来越多的知识 是从这里头来的了 但是读书 就是说 你刚说自然活动 在自然里面活动 这个东西 所谓自然状态 不是一个 很客观的存在的东西 自然也是被社会生产出来的 我的意思是说 不同的年代 有不同的自然观念 不同的年代 我们有不同的 对待自然的方法 而这种对待 不同的自然的方法 跟观念 其实反映你 这个社会怎么看自己 比如说你看中国人 跟外国人 对自然的看法 就很不一样 你比如说 你在美国 你去 你刚说佛蒙特 那些森林 那些也有很多山 你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些地方 它保持的都很好 对 它很讲究 要保持原貌 但中国人向来 所谓的清静自然 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是去保持原貌 就中国人喜欢 看到一个景好 比如说以前三峡 哎呀 这个峡好 上了克制 这峡真好 得这样 就你 那你也不能说 它叫侵犯自然 它是一种进入 这进入 但是实际上 现在已经用玻璃罩子 把它封起来了 封起来 有些人的名字 就永远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什么梁文道 斗文道 到此一游 拿那个小刀 把那个杯克的 现在封起来 我也想 哎呦 这真是传一万年了 一万年后 但我觉得这不是坏事 这是另一种 很特别的观念 就中国人自然 跟人文社会 是不是对立的 它不隔开 它是要把人文精神 都全部灌注在里面 你有没有想过 去看 比如说以前 我记得印象很深刻 游三峡的时候 人家说这峡 这个地方 来到这 哎呀 这是个一绝 然后一看 都很多杯 很多石刻 在上头 我赫然发现 那是个什么东西 那就是人本来看到 一个自然景色 会有个感情 这真好 有个感叹 有个想法 你这个想法 是对眼前的景象 的一个诠释 等于你听到一首音乐 看到电影 有诠释 以前中国人干的 那是什么呢 他要把自己 这个诠释 给补白在上面 放进 对 你有点像看一个画 这个画旁边有插图 有文字 说这画很好 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他这个诠释 他觉得是 跟这个字 还是不分开的 跟这个画也不分 所以你看 只有中国人的画 里面才写那么多东西 可是你看中国山水画 里面人又很小 对 他又有对自然 有一种敬畏 好像是天人合一 但是他这个位置 人是在下面的 是放小的 而西方的那个人体 那文艺复兴 整个对人体的表现 那是一个最大的 没错 而且你看这个西方人 他讲登山 去旷野 去沙漠 他虽然说我把这个东西 保持的很完美 很完好 但他们很喜欢讲的 特别到现在 就讲我征服 征服 他有一种紧张的关系 在里面 我这个山我没弄张 也没破坏 也没克制 但是我把它给征服了 以前徐霞克 他们那些不会说 我去征服了多少地方 征服多少地方 反而今天我们的探险家 都很喜欢讲 哎呀 我又征服了什么地方了 对不对 就是你看中国画里头 其实就是中国人的世界观 就是说我的精神 比我这个人的身体要大的 甚至是全宇宙 那么90%的那么个大山大河 人你看在一个小道上 它是一种位置 位置关系 其实胸襟是很扩大的 但是我再都会来 就说刚才 你比如说一个人的这种魅力 我倒觉得特别有意思 我还想起来 你知道有一种女性 有一种女人 很漂亮 财貌商权 自己素质很高 他往往 他找男朋友 他不找才子 我听他们说过 挺有意思 他最后 他会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跟我一样 就是说 他喜欢那种男的 我最后形容 我说我明白了 你基本上就是 找一八级前功的标准来找的 就是他觉得男的那样 很性感 或者说很吸引他 就一个男的 能够把手头的机器 搞得 这个女人看见很细 或者说到你们家来 话都不说一声 给你把马桶修好了 或者说给你把灯管 灯泡给你换了 这个东西 哎呦 你看 这实在是吧 这都实在 就将来 将来就 哎呀老王 这水管露水了 不是不是 他说起来是 说的好听点 是互补 他也说什么药 什么 就是一个体力劳动者 他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人家也有素质 在家里省钱 但是你别说 他更重的 他说你像有些材质 你就会感觉 咱们交朋友可以聊天 非常好 可是呢 这女孩子就会想 我要真跟你一块过日子 天呐 你这个材子可够难伺候的 谁伺候谁呀 对吧 你是什么都 只能红袖天下 材子都是以我为中心的 我跟你说 你所以说你发现没有 为什么鲜花插在牛粪上呢 牛粪有营养 这是个 我跟你讲 真的 什么材子加人 他不能配到一块 往往他们都是悲剧 那天他们还聊天吗 就说 说是你看好多比如哪怕男的大明星或者什么的 找的太太 真的找的太太都很普通 其实可能找过很多做漂亮的女朋友 他们不缺这个 但是为什么最终他找到的这个人 因为可能这样的女人 他可以允许以你为中心 为着你打针 材子自己就挺得意 对吧 但是你真碰见一个也很强 才貌双钱的女人 你像扎老师这样的 对吧 我还真知道一个例子 有一个真事 但是不是我的朋友了 是我朋友的朋友 就是一个女子 女蓝退下来以后 后来又念了一个博士 而且是一个理工科的博士 还不是人文的 你说这个人有多权吗 他又打篮球 对吧 然后他念一个理工博士 而且显然是规模很大了 个子很高的 就真的是找不着男人 就没人敢要这样的 这怎么得了 体力那么强 然后脑子又那么 还一博士 最后人家跑哪去 据说到新西兰 找了一个农民 真的是个特别爱 相爱 特别好 女的就喜欢 就爱看男的干体力活 男的汉流加倍 女的高兴坏了 听听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也有不一样 你记不记得 我们写字写作的人的楷模 于秋雨老师 赚那么多钱 对吧 写作 你忘了吗 他怎么写 他老婆对他的这个疼爱 就说他深夜的时候 在桌前在那边写字读书 然后他自己写 他写他老婆在背后一看 这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你不记得有这情节吗 是传说吗 他自己写出来的 于秋雨 那也是可以理解的 对吧 这也是皮力活 写的汉流加倍 怎么就花麻了 他感人 有这样的一种 一种感觉 听着像文艺小说里边 是真的吗 他自己写的 如果丈夫的才华 太太都不崇拜的话 那你说还有谁崇拜 这是最何在 对啊 不应该这样吗 张老师 应该应该 实际上很多所谓 你看周围人 我觉得很多中国女孩子 其实还是比较传统的 很多老婆 你看到她是崇拜老公的才华 真的 甚至有的时候 她可以忽略老公 对她的疏忽 不关心 或者不会修马桶 我大学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女同学 就说过 这是特别典型的 就说我找男朋友 一定得找一个 我崇拜她的 我要不崇拜她 文豪 有一天呢 有一些宾客来家里头找她 正好她不在 那朋友来了之后 就进了她书房 那个仆人招呼 进书房先坐着 我 哎呀 满柜子书了 很壮观 很漂亮 就说 你们的主人真是一个文人 在这环境下读书好 这些仆人怎么答呢 仆人说 对不起 这我们主人在这是放书的 他通常不在这看书 他在田野上看书 哎呀 我跟你说 我是最喜欢大自然的 我在北京有的时候 我就感觉自己想出去 你知道吗 到大自然 但是我跟你讲 我就有一次在一个城市 我去大自然 我就流连忘返 就是停车坐爱 风铃晚 晚上我都不回去 我家欣赏 是吧 然后我就远远看着 我停在路边那车 我说哎 怎么远处有个人 把头往里看呢 我说嗯 这是在干什么 然后我说哎 你干嘛 吧 我车玻璃就给打碎了 拿了我的包就跑了 我企图 我企图想追啊 刚追过一条马路 碰一下刀就出来了